美国的新总统特朗普最喜欢说一句话 叫做要让美国制造回归美国 不过我每次听到这句话 我就会想起他的前任奥巴马 闹的一个国际笑话 那是2013年3月29日 当时奥巴马总统在美国迈阿密港口 做一个演讲 演讲的题目就是 让美国制造回归美国 当时他在港口 背后是一台大型的集装箱起重机 上面还挂有了一个星条旗 这个演讲像全球直播 我当时在法国也在看这个直播 就在奥巴马讲到美国制造的时候 突然刮过来一阵风 把美国国旗卷走了 露出了两个汉字 中文叫振华 还有四个字母 是震华重工的英文缩写 就是这个 当时震华重工立刻就全球文明 这奥巴马 在讲美国制造的时候 为震华重工做了一个金牌广告 我后来琢磨那一阵风 肯定是一阵东风 所以特朗普以后再要讲类似的话题的话 他一定要小心不要到港口去做 今天我们就非常高兴请到了 震华重工的原董事长 中国交通建设集团的副总裁 宋海良先生 好 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 有请 宋海良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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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说到震华重工 他有很多的故事 也有他美丽的神话 我们从自动化码头说起 我小的时候看到一个海港工人 搬用后完全是靠先扛的 然后两个人上个人的一组 扛的一个东西来装到船上 当时的海港工人的劳动强度 当时他们的作业环境条件 是非常之恶劣的 当然几十年过去了 一个月之前 在青岛港发生了一个故事 我们集装箱 码头 整个一个大的码头 空无一人 整个集装箱 自动运行起来了 而且它的运行效率 目前在全世界是领先的 记得1985年 荷兰的一个码头叫ECT码头 他们做了所谓的第一个集装箱码头 那个时候 它的效率是什么呢 大概10到15个标准箱 而一个月前 在青岛发生的故事 第一次试船实验 可能很多条件还不那么完备 可能很多假定还没有完全实现 就这样 第一次试船 它的效率就达到了接近26个目 可能欧洲人几十年 不断追求的事情 在振华重工五年的探索过程中 就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 周围附近的老百姓讲 原来我们到港口里看 看的是装备跟人 现在人没了 装备谁在指挥呢 他们看了半天 他们给它起了个名字 叫做中国新一代的魔鬼码头 魔鬼在驱使它 其实不是魔鬼码头 准确地讲 是第四代提装箱自动化码头 叫智能码头 完全智能化 那么实现这个技术是谁呢 就是正华重工 ZPMC 就是现代提装箱码头壮备 全球的领导先行者 所以从这个开头 我讲讲跟大家分享分享 正华重工成立于1992年 2月14日 在浦东开放开发的一个地方 它应用而生了 记得当时的正华重工的开创人 管同贤先生讲过 我们中国人 做集装箱启动机 我们就得为中国人正光 就得让中国的品牌 响亮全世界 这是它的第一个 叫梦想和理想 第二个 全世界 只要有港口的地方 都要有中国的集装箱启动机 到去年为止 集装箱 装卸桥 占到了全世界份额的 82% 那么 它已经遍布 全球97个国家 和地区 而且 主要集中在 一些发达国家的 洋海港口上 那么 同行的同志 很多人来问 我们 对这个行业不太熟悉的同志 更是不断地发出问题 宋董事长 原来制造 那大国在欧美 技术在欧美 政华中共短短二十几年 从开始的 从小到大 从无道有 而且能站在 这个行业的顶峰 走在前列 靠的是什么呢 在我自己看来 政华中共能走到今天 当然 有环境的因素 有政策的因素 有我们国家 改革开放 三十年来 这个大的 国家战略的支援 大的宏观政策的帮助 这个是分不开的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 以海上运输为主的 国际贸易迅速发展 货物运输集装箱化 和船舶大型化 使得全球港口 对起重机的需求 迅猛上升 一九九二年 当振华重工 在上海创办时 港基制造领域的市场话语权 完全被国际巨头把持 没有任何优势的振华 却走出了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 它是先国外再国内 当时咱们做出来的一些启动机 国内当时还不改用 主要是用的是日本的 欧洲的设备 所以我们第一台 第一台就是在加拿大嘛 2000年以来 中国进行了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 国家对自主创新的大力支持 让中国的装备制造业 得到了空前的发展规律 从而一举完成 对国际同行的赶超 港口机械行业 就是其中一个代表 不仅早已替代进口 并占领了重要的海外市场 如今 振华重工的港机产品 遍布全球97个国家和地区 230多个集装箱码头 其生产的岸边集装箱起重机 占据82%以上世界市场份额 连续18年雄居全球第一 振华重工25年 创造这么个奇迹 为什么会创造这个奇迹呢 那么在我看来 主要是五个方面 第一个就是国家责任的担当 民族的使命 一个企业 一个国有企业 一定要有国家的责任担当 要站在国家战略的前沿 作为国家战略的践行者 实践者 推动者 民族的使命 民族的什么使命 以振兴中华为己任 为什么叫ZPMC呢 叫振华重工呢 就是以振兴中国民族制造业为己任 所以当它成立的一天起 就是要立志 要振兴中国民族制造业 就是把民族制造业 走到全世界 接下来我讲一个故事 当时德国汉堡港 引进了第一批购买 中国的集装箱 四个启动机 德国是启动机的故乡 当时的华侨华人都不相信 德国人买了中国制造的设备 当时的华侨 可以说很多其他城市的港国来看 中国集装箱启动机是什么样 有什么神奇的地方 可以说大街脚巷都排满了人 所以当振华重工的集装箱船 带着这四个集装箱启动机 经过这个港口 那个河流两岸的时候 两岸大部分华侨人 流下了激动的眼泪 碰巧的是呢 旁边还有一个娱乐场 娱乐场的这个老板看了以后 就感动了一面 自动地升起了中国的国旗 当时的船长赢得国旗致了个镜 说没想到 我们作为一个中国的普通人 也能为国家带来荣誉和骄傲 我们受到了别人的尊重 受到了特殊的领域 我们作为一个振华人 感到非常的自豪 所以呢说 国家的担当 民族的使命 这个不是个空话 所以呢 在振华重工体现的非常的深刻 这是第一点 第二个 振华重工能走到今天 很重要的一种精神 敢为天下先的创新精神 当时振华重工的创始人 就立志要占领启动机的一个制高点 我们一年要创造 最少不少于两项的世界纪录 我记得一开始 这个调具 这个速度大概十几米几十米 现在可以一百多米的速度 可以说走在欧美的 包括日本的 当时韩国在极章箱 起重机方面的前面 那么在这个速度方面 做了几次的几个台阶的提升 后来 我们极章箱 一次吊一个箱子 后来改成 吊两个箱子 最后一吊 双吊 吊四个箱子 当然 这些技术的创造 和引领 带动了极章箱 一次又一次的革命 所以呢 在这里面 没有一种 敢为天下先的精神 没有一种赤子一横的 不是说 今天创造了一个东西 就等着吃一辈子 等着千年万年都吃下去 不可能 技术发展是很新猛的 必须我们手里有一套技术 还要兜里穿一套 就是说 有一套 看一套 还得尝着一套 那么不断地研究新技术 可能当时 到了八千箱的船 就会预设到 未来可能一万二 甚至一万八 没有这种创新的引领 振华中工 很难走到今天 所以我说第二个 敢为天下先 把创新当习惯 把创新当文化 那么 第三个呢 可能它的成功的背后呢 我觉得呢 一开始 就是高目标的导向 追求品质跟诚信至上 当时我们记得 美国的第一台 美国 对我们的价格 对我们的工期 不存在任何的疑虑 它认为中国的产品 肯定价格不贵 服务也不存在疑虑 就是你好不好用 品质行不行 别人能用25年 你是不是用5年就不行了 别人10年 一大修 你是不是得一年一大修 这是当时我面临的一个困境 所以 当时振华人 在设计标准 制造标准 管理标准 服务标准 都是坚持质量第一 宁可这个事 我们赔本 宁可这个反复多少次 我们提出一个叫零缺陷工程 绝不把缺陷留到下一个环节 为什么讲诚信呢 欧美国家 有的人说是法治的国家 有的人说是讲诚信的国家 我给他们讲 中国的传统 中国的文化 也是很讲诚信的 只是一个时间 一个阶段 有些人急功近利 可能忘记了我们祖训 传业来的传家宝 我们中国民族 这个优秀的精神内核 很讲诚信的 如果在欧美国家 美国 可能你一单子 这件事没做好 你还可以修一修 如果你不讲诚信 可能你只能在那做一单 可能你几十年 现在永远被他进到这个市场 所以呢 郑华始终牢记 品质与诚信之上的企业精神 接着我讲的第三个 除了港口机械市场 郑华重工还参与了 众多国际国内 知名大型钢结构项目 1989年 一场大地震 使得美国旧金山海湾大桥 东断损毁严重 2006年 加州政府就大桥的重建 对外招标 在国际制造强国的竞标中 美国人却最终将大桥的钢结构制造 交给了中国企业 郑华重工 这是中国企业首次承担 世界最高级别的桥梁建造 2011年7月11日 由震华重工成建的旧金山海湾大桥 全部钢结构圆满完工并交付 为感谢大桥项目总指挥 李江华率领的中国团队 为大桥建设做出的贡献 旧金山市市长颁布公告 将当天定为该市的李江华日 这就是对你的施工单位 制造单位在美国看来 最高的褒奖 最大的领域 他认可你 2013年9月 旧金山海湾大桥东段新桥建成通车 当这座世界上跨度最大的 单塔悬索钢桥 再次成为美国西海岸的地标时 人们对中国制造的印象 也在悄然改变 我记得美国的旧金山大桥 当时邀请投标 全球招标 主要的竞争对手是 德国 日本 韩国 那么当时 中国刚才投标的时候 那些人不屑一顾 中国怎么出来一家还能搞 刚瞧的还能在美国投标的 后来就打听 这是什么企业 是搞振华港机 一打听的背景 搞启动机的 搞大桥肯定不行 很不在 结果第二轮投标下来 经过中间的几轮环节的澄清 核实调查 振华中工 特别是对大桥 在焊接方面的技术 还是征服了他们 他没想到中国焊接师的水平 有这么高 所以他后来下决心 把这个任务交给了 振华中工 当时记得日本三菱的 他们的社长说 你们把这么重要的事 把这么挑战成的事 交给中和振华中工 你们放心吧 你们觉得可靠吧 可见那种心态 既有一种摔了溜达心态 也有一种感觉 可能将来 你要受惩罚 甚至感觉到 美国把这个事交给中国 这是一个效法 这是一个不可能的事 事实证明呢 当时确实美国对这个方面的 质量的要求是非常之高的 当时要求拿到美国 汉基斯证 需要有1500名 当时有人统计过 那个年代 中国拿到美国 汉基斯总的量 还不知道有没有2000人 所以当时呢 振华中工 经过一段时间的挑选 我们这些1500名 高级汉基斯 顺利地通过了 美国汉基协会的 一个认证 不断超越精益求精 借救了振华中工的 这个工匠精神 所以第四个力量 就是工匠精神 同时我每次到工匠都会说 我最想感谢的 我们的那些汉基工人 我们在一线的工人 他们在无论是寒冷的冬天 无论是沿夜的夏天 可能都要钻在那个里面 进行汉基 一时不苟的汉基 而且美国大桥 一开始来的我们的 参加检测检验的人 最多的时候几百人 我们所有的检验 他不相信 你检验完了 全部百人百的进行复检 到最后 只要中国检测师 检测过的东西 他一律免检 这是对振华中工 多大的信任 他说 在全世界就没有这个地方 我们抽检率 最少百人十 到最后那一年 几乎抽检率是零 免检 这个免检带来的背后 是什么呢 是振华中工的工人师傅们 他们的工匠精神 带来的 所以我很感谢 振华中工的那些工匠师们 那当然了 这个说到这四个精神 我个人看来 一个企业能走到今天 那我老讲了两句话 一个是关键的少说 一个是重要的基础 关键的少说怎么说 领导团队 这个企业家的精神 跟企业家的团队 一个企业能走好 我们老想呢 总是有火车头都牵引 所以企业家的精神 企业家团队的引领 这个作用是必不可少 那么振华中工走到今天呢 我想要总结的方面也很多 但我觉得起码这五个方面 是很重要的 也叫振华中工 走到今天的五大力量 我跟大家分享的 主要是五大力量 当然了 振华中工走到今天 它背后有成功的案例 有很多刚才你讲的 神奇的故事和精神 它有没有困难呢 有没有挑战呢 算不算个跟着我 那一定会有 否则就不符合哲学的原理 就不符合普遍的规律 跟大家分享几个 当他走过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在新加坡 连续六次投标 我们开始来入围的条件都没有 我们到西亚去 我们团队去了 欧美的团队去 他们的总经理都会出场 这里面见我们的一个人 只是一个普通的一个员工 刚刚一个员工 跟我们朝出来朝出来的 跟我们谈了十五分钟就收招了 后来我们一代一代要跟他讲 要跟他讲我们的方案 我们的故事 他说中国我们不相信 你们没有这方面的经验 所以这方面我们走过来 那确实也不是那么容易 现在光纤的背后呢 其实我们也摔过很多跤 比如说我们当时到美国 我们对美国的用工制度还不了解 这个庄业桥下来之后 到了那个码头前沿 这个螺丝就松动了 松动了我们的工程就很敬业 拿起来扳手就给他拧上去了 多拧了几轮 后来一个船票传过来了 你在美国你有就业证吗 你抢我们工人的换碗 工会把我们告上法庭 罚款要求五十万美元 破坏他们的工会的组织 后来反复沟通 但是我们也交了学费 所以可能在中国觉得 你是一个很好的员工 在那儿可能本土的文化 本土的法律 那你可能就要适应它 比如说我们当时在有一些作业条件环境下 我们在国内可能工作 十八个小时 二十四个小时 在他那儿噪音的问题 那再一个 我们的图子设计了美国认不认 欧洲认不认 我们这个审图拿到美国去 拿到欧洲去 他们一遍一遍地审查 一遍一遍地我们更改 可能有时候我们这个设计 可能需要两个月 审图就需要四个月 所以我们不断地沟通 把美国的标准 欧洲的标准充分地掌握 我们聘请他们的审核师 他们的势力师跟我们交流 所以在这一方面呢 我们肯定也是交过学费的 我们这些千金难买的教训 也是金人班的经验跟教训 来助推政华中工的前进 郑华中工的昨天 有高峰也有低谷 凭借着五种精神 郑华中工以其技术创造和引领 带动了岸边集装箱起重机 和全球海运技术的 一次又一次革命 国际进入危机之后 除了传统的港机制造 郑华中工突围开拓新的领域 他高端切入海洋工程装备市场 并参与了举世瞩目的超级工程 港珠澳大桥 为港珠澳大桥的建设 提供核心材料和装备 我们的每一吨钢 全是在振华造的 它有所有的装用装备 全部在振华研发市场 2013年 振华中工开始成建 中国首个集装箱自动化码头 厦门远海集装箱码头 此后 振华中工又相继拿下 青岛港和上海阳山港四期 自动化码头的订单 填补了中国集装箱自动化码头的空白 以自动化码头为标志 振华中工转型升级的实践 已经开始 中国面临的全面的转型升级 振华中工怎么转型升级 我提了五个方面 五转五升 一 我们原来的制造 更多的往创造转型 第二个 原来中国的设备呢 我们卖的是设备 现在卖的是系统 第三个转型升级 原来卖产品 现在卖精品 原来我们的技术条件 我们的装备条件 我们的管理条件 还不能做到完全能够造出精品 我们努力造精品 我们条件还不具备 能力还不支撑 我们现在有能力造精品了 第四个呢 我们的转型升级 我们原来更多的卖硬件 就是卖这么大的设备 大船队拉出去 很大的一个设备 现在更多的是卖软件 那么第五个转型升级是什么呢 我们原来的管理形态 制造形态 设计形态 服务形态 我们自己内部定位 2.0形态 现在全面转型升级到4.0形态 4.0形态 就是也是对应到我们 第四代集装箱码头来讲的 最后这五转五升 其中的一个载体跟平台上 这就是一体化的全自动化码头 当然还有人问 我们的这个实体经济 正华中工你们的利用也不高啊 而且你们这么好的品牌 这么好的台子 干嘛不搞房地产呢 干嘛不搞一些 杠格效应比较强的股票啊 投资啊 有的人说了 你们太傻了 其实也不尽然 说拖时转虚 我的结论是时需结合 时是根 我们实体企业 是创造价值的源泉 实体经济是立国之本 强国之机啊 我觉得这三句话 就足以代表实体经济的地位 一个国家的实力 一个国家的强大 很多的要素 很多的方面 体现在你实体经济上 你是不是这个根 这个本是强的 这个魂还没有丢 当然 我还有一个概念呢 跟大家来共享呢 价值创造 是靠诚实的劳动 实体的劳动创造 很多啊 当然 有些杠杆的东西 财富可能在短期内积累了 但是 价值的创造 并没有跟上 那就会产生泡沫 那会产生行业的泡沫 社会的泡沫 就会产生这种和那样的 金融危机 地产危机 经济危机 就会受到应有的惩罚 其实呢 衡量一个企业的价值创造 不是体验的当期的财务报表 就振华中工为例来讲 我们跟振华中工 一直走进去的企业 大概160多家 长期配套厂家 对它的拉动 怎么算价值 对它的就业 怎么算价值 我们对当地的贡献 怎么算价值 所以这几个价值 还没有完全算在一块 最后一个 我也想跟大家分享的 很多国内外的同行 我们呢 对振华中工 慕名而来的同志们 说振华中工 我们的一个实体企业 你们觉得这国家层面 怎么样支持这个振华中工 支持装备企业呢 你现在总理 国务院办公会 两次研究到 我们怎么样降成本的问题 我们前几年 党中央国务院提出来 去降补 调转升 三去一降一补 我的理解 去降补是干什么呢 我理解为三个字 去 湿气 因为我们身体有湿气 有很多泡沫的东西 有很多虚的东西 不湿的东西 我们要通过去降补 三去一降一补 对吧 来把他的身体的湿气给去掉 把他的成本 其中最重要的降成本 补短板 对吧 这都是这个目的 那我想呢 中国的企业 像振华中工 能够走到国际市场里面 占着比较大的缝额 这个数量还远远不够 那么我们的竞争力 还远远不够 我们对品质 质量的追求 没跟上 所以也是走不远 我们对细节的问题 没跟上 也是走不远 像这些工作 都要有国家政策的引导 国家创新政策的支撑 在这些方面呢 我想呢 我觉得我们国家呢 还有很多要调整的余地 跟大家分享这么多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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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